回家无阻碍 废除通行证 回家无阻碍 废除通行证 当地居民大声抗议 山川流离吊桥风光开放 没有带来商机就算了 还带来一大堆不方便 部落居民开车回家 竟然被远景拦下 要求出示通行证 但一户就只发了一张 家里不止一辆车的话 难不成有家归不得吗 绕道绕了比较远的路 从另外一端上来 很近就可以到达部落的路 都没有办法 居民们真的好无奈 受到琉璃吊桥开放 实施上山车辆管制的影响 自己家门口也被画了红线 好难停车 连村民要举办婚礼 还得事先向派出所报告 亲朋好友才能上山 但车子得停超级远 甚至山上的餐厅业者 有客人定位吃饭 也得事先报备 这么麻烦 以后谁想来 吃饭的话还要报备 还要跟派出所报备 他们客人才可以上来吃饭 一定要有两台油栏子要上来 不能上来吃饭 还是一个问题 弄在地的派出所的远景 所以也会用认人的方式 所以对居民的不方便 我们会降到最低 业者苦哈哈 云以为吊桥开放可以带来商机 没想到根本反效果 没有通行证 无法上山 定位全取消 痛批相关单位的配套措施 根本不周全 商机在哪 他们真的看不到 记者梁家文张欣宇 A3小组评论报导 在营党中 在监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